哈登拖下球衣愤然离场,保罗拒绝拥抱,火箭输得硬起,今天是勇士队和火箭队的最后一场比赛,这场比赛在火箭队主场举行,开局后火箭队很有信心,但是今天火箭最后还是输掉了,甚至和第六场比赛的打法很相似,都是在第三节被勇士队完成反超,本场比赛勇士队表现得都很出色。 关键时刻杜兰特不负众望,连续命中中投,让火箭队丢掉一次次的机会,赛后火箭队这一幕,让球迷们很心疼,只能这么说,火箭队虽然输了,但你们仍然是值得尊敬的。 在比赛中哈登倒地,勇士队格林想去伸手拉起来,但是哈登并不领情,这就是西觉,在场上的每一秒,我们是对手而不是队友,比赛结束后,双方球员也互相拥抱致意,但是我们并看不到哈登和保罗的身影。 当镜头找到哈登时,哈登已经脱下球衣失落离场,这场比赛保罗没有上场实在是可惜,比赛过程中看到球队被分插拉大时,保罗也很气愤,还用手机打座椅,保罗想为球队付出更多,但是他的伤势情况让他无法上场, 在保罗心中还是有一种力量的,不会去和勇士队拥抱,并不充满恶意,只是我们输得很不甘心,火箭队走到现在真的不容易,明年再来,对于火箭队来说,还有很大机会,勇士现在的阵容体系,是联盟中最优秀的。 德安东尼这个赛季的指教能力也得到认可,这场比赛十分精彩,感谢两支球队,另外也祝贺勇士队成功晋级总决赛,连续四年在总决赛相遇骑士队,火箭队不要放弃,明年还有机会,好了,整场比赛已经落下帷幕,不管你是哪支球队的球迷,我们只有去尊重他们,这场比赛没有绝对的赢家和失败者, 多年之后再回忆起来,原来他们是这么出色的球员,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总决赛的精彩对决。